被告的行為雖然是累犯 但是他累犯的這個行為呢 是刑可免訴 但是法官呢 卻一定也要加重 刑法47條第一項規定 累犯应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但有四法官五受刑人 認為有違憲之餘申請示現 因為行為人受到的刑罰 恐會超過因負擔的罪責 導致人身自由遭受嚴苛侵害 大法官對此作成 事至第七七五號解釋認為 現刑法有關於累犯加重 情刑二分之一 原則上是不違憲 大法官認為累犯加重本刑並不違憲 但是否所有累犯一律加重 能須依不同案件不同情節區分 若不問情節一律加重 就不符憲法罪行相當於比例原則 因此宣告違憲 有資深法官舉例 例如有人開車撞到人 被依過失傷害罪判刑 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卻因找不到工作 稀罕交迫下偷了東西吃 雖然情有可原 卻因累犯規定被加重竊到罪良刑 那就過於嚴苛 而刑法第48條前段規定 裁判確定後發覺被告是累犯 可依刑法第47條加重其刑 大法官認為都判決確定的還回頭加重 違反憲法的一事不在理原則 因此宣告48條前段規定 即日起失效 大法官釋憲後有關機關 需於解釋公布日兩年內修法 而法律修正前法院應依解釋意旨 裁糧是否加重最低本刑 動新聞報導